我们先顶礼根本传承上是圣尊临圣活佛 各位同门大家好 各位同门 网络上同门 大家好 我们今天介绍主题是 有关圣上保健的一些基本概念 还有圣尊临圣活佛 传授瑶瓷金母八大法的顾圣法 有一些临床的验证 拖影片可以放了吗 OK我们请看下一张 请问这是什么机器 有没有见过 这么多人都知道 我们请看下一张 大家知道这些人在做什么吗 大家知道吗 你们整个都知道 我也很多人不知道 这是洗圣事 圣上洗圣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名词 他正确说法 应该叫做 血液透析 什么叫血液透析 就是当我们人体肾脏失去功能的时候 那我们人体多余的水分跟寒淡废物 就必须经有一些比较特殊 精密的仪器 经由血液透析方式 把它过滴出去 肾脏洗身过程是有风险的 洗身过程 很容易掉血压 严重的 会陷阱不整 甚至昏迷休克 所以洗肾不能洗太快 都要慢慢的洗 所以是规则的洗肾 都要洗很久 大部分都洗到三到四个小时 而且没两三天就洗一次 非常辛苦 而且这些洗肾病人躺着都不能动 所以大部分洗肾是都会摆放一个电视给病人看 我们请看下一张 我们请看下一张 OK 洗肾不但很辛苦 很花时间 洗肾也很花钱 洗肾有多花钱 洗肾目前是台湾 健保前十大最花钱疾病的第一名 每年吃掉健保四百多亿 而且还逐年成长 在我们健保 财务很大的挑战 我们请看下一张 我们请看下一张 大家早知道 台湾从十几年前 一直到现在 一直都是世界第一的 洗肾王国 不光是这样子 每一个小时 还增加一个新的洗肾病人 增加速度有多快 我们请看下一张 这是 近十年来台湾 洗肾人口盛行率的情形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什么叫洗肾人口盛行率 比方说 我们以民国96年当例子好了 那时候 每100万人口 大概有2200多人 洗肾 不过这个数字大家注意 它是浮动的 为什么 很多洗肾过程 很多病可能会往生 但是 新的洗肾病人 又会不断地 在递补进来 会不断地前铺后继 我们会发现 每一年洗肾人口 都逐渐增加 而且增加得非常的快 到民国 105年的时候 已经从 2200多人 洗肾人口 增加到 3100多个洗肾人口 也就是说 短暖十年内 台湾洗肾率 已经增加突破 4成以上 所以 保护肾脏 非常的重要 OK 我们请看下一张 首先讲保护肾脏 大家要知道 肾脏长在哪里 大家知道肾脏长在哪里吗 是在背后 千万不要再 摸腰的两侧 那是不对的 腰的两侧 这个地方 是完全 没有骨头覆盖的 轻轻一碰就受伤了 很多人以为说台湾话共有记者长在这里 其实不对 它长在背后 我们先看下一张 它在人体背后 超肚脐正后方 跟脊椎胶 跟脊椎跟那个 最下面肋骨交接的地方 超在那个地方 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圣尊严圣婆婆 传说固圣法 就是要坐在这个地方 坐在正确位置 才会有疗效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 OK 我们请看下一张 大家请看在背后 而且它很靠近脊椎中央的部分 上下摩擦 OK 我们请看下一张 另外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肾脏一些基本的生理 还有构造 大家知道肾脏左右两颗 大概跟我们拳头差不多大 肾脏细胞跟人体很多 器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就是成年人以后 肾脏细胞 它无法再生 什么意思 就是肾脏细胞成了以后 它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年纪越大 肾脏细胞越来越衰退 这次洗的能口 为什么会一直增加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请看下一张 肾脏有什么功能 大家都知道 肾脏它可以把人体 多余的水分 还有一些 寒当飞舞把它排泄出去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肾脏它本身 也是很重要的 内分泌器官 比方说它可以分泌肾素 可以调节我们的血压 所以肾脏不好的人 血压会上升 那它会分泌 红血球生成素 所以肾脏功能不好的人 很容易贫血 另外它会分泌 活性维他命D 所以肾脏功能不好的人 就很容易骨质疏松 OK 我们请看下一张 哪些是造慢性肾脏病生日洗肾的 最大的族群 大家知道吗 就这六大类 哪一个是第一名 大家知道吗 很好 有概念 大家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好聪明 这师姐 博学多文 不错 第一名是糖尿病 台湾洗肾人口当中 大概糖尿病 占了四成左右 糖尿病控制不好的话 每三个会有一个洗肾 为什么 因为糖尿病第一个它会影响肾脏的血流 第二个糖尿病会让肾脂球压力过大 造成蛋白尿变重 造成肾脏 肾脏的衰竭 第二名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就高血压 为什么 因为人体肾脏 它的血管非常的脆弱 高血压会让肾脏血管硬化 蛋白尿变严重 所以高血压是目前洗肾的第二大的族群 高血压如果控制不好 每五个人会有个人洗肾 第三个 就痛风 很多人讲到痛风 为什么会痛风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道尿酸过高 很多人都知道说尿酸过高 会沉寂在膝盖 在脚踝 痛风会痛 其实很多人不晓得 尿酸过高 它会沉寂在肾脏 虽然不一定有症状 但是一样会造成肾脏能破坏 再来是 65岁上的老年人 为什么 第1个 65岁上的老年人 比较容易会有三高方面的问题 也比较严重 第2方面 刚刚讲过 人体肾脏细胞它无法再生 成了以后就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年纪越大 肾脏就越差 这是洗身别人一直累积很大一个原因之一 再来就是药物滥用者 什么叫药物滥用者 比方说 某些成分的消炎止痛药 长期吃 会导致肾脏功能破坏跟衰竭 不过讲到药物 还要提醒大家一点 很多人会忽略 就是 来入不明的中草药 为什么 因为有些来入不明的中草药 它可能含有一些重金属 甚至说含有一些肾脏毒性物质 像马多灵酸之类的 很多人都认为说 天然东西一定没有毒性 其实不一定 有些 大家上网可以去看 其实 吃到来入不明中草药 导致洗身的案例 其实还不少 所以说不管中药跟西药 都必须经由合格医师来处方 千万不要自己跑去药房买 这非常重要 再来就是 上家族病死也要小心 OK好 我们去看下一张 慢性肾脏节 可能会有什么症状 刚讲过 上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把人体多月水分 跟寒淡肺部排泄出去 所以当水分没把排泄出去的时候 身体会水肿 甚至肺部也会积水 肺部不积水的话 就导致呼吸困难 那一些寒淡物质没把排泄出去的话 可能就恶心啊 食欲降低这些情形 但是大家请注意 一旦出现这些症状 的话 大部分这类病人差不多 都要准备洗肾了 其实在进入肾脏衰竭之前 大部分病人都经 都经历过很长的时间的 慢性肾脏病 什么叫慢性肾脏病 大家知道吗 简单讲就是肾功能 肾脏受到损伤 肾功能 异常超过三个月以上 这叫慢性肾脏病 在台湾 潜在慢性肾脏病的人口 非常的多 大家知道有多少吗 目前全台湾大概是有 2300多万个人口 那慢性肾脏病人 有多少大家知道吗 大家猜看看 你看 10万 20万 30万 100万 会不会太多了 好 没关系 我直接公布答案好了 请看下一张 答案是超过200万 吓一跳 我没讲错 大家没听错 请注意 台湾有慢性肾脏病人口 超过10% 大概11点多 而且要注意的是 这个数据怎么算呢 它是以所有人口当分母 也就是说 所有40岁以下年轻人跟小孩子都拉进来算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只算 4岁以上的成年人的话 比例还会比这个高得更多 可能会接近两成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如果听起来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话 下一张 泡泡泡的 会更不可思议 我们请看下一张 大家知道 台湾洗人口 全世界第一 还有点就是 超过9成以上的病人 已经快洗肾了 还不知道自己肾脏有问题 这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刚刚讲 超过200万那些慢性肾脏病的人口 真正知道自己肾脏有问题了 不要说5成 连5%都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因为我们肾脏是沉默的器官 它跟肝脏一样 大部分的肾脏疾病 很多人问说肾脏疾病有什么症状 其实大部分症状就是没有症状 知道吗 有症状出来 大部分都快要洗肾了 所以我们去看下一张 所以说 要等到 大量蛋白尿出现 或水肿 恶心 吃不下血尿 这时候再就医 常常为时一晚 为什么 因为到了这个阶段 很多人已经快要洗肾了 所以 凭症状再去就医 事实上是一件 很危险的事情 我们 最重要的是需要早期的筛检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需要做这些筛检 一般来讲 建议40岁以上的成年人 都应该定期去做 深功能 相关的健康检查 非常的重要 我们请看下一张 讲到健康检查 就不得帮台湾的健保 打一个广告 就是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 有没有听过 在座有做过请举手 很好 很多人做过 不过还是没有做 这检查非常的重要 在台湾 台湾民众很幸福吧 所有40岁以上的成年人 你只要有健保卡 就可以享有这些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 这检查非常重要 他40岁以上 每三年补助一次 65岁以上 每年补助一次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利用 我们请看下一张 这是我们成人健康检查 一个表单的一部分 那成人健康检查 会做什么检查 就除了说 做理学检查 跟凉血牙以外 很重要的就是有做 血液跟尿液的检查 尿液检查是做什么 就看有没有蛋白尿 那血液检查 就是看有没有三高相关的问题 比方说有没有高血糖 等孤醇过高这问题 还有肝功能肾功能方面的问题 这些检查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政府要补助免费成人健康检查 他希望他这样能充分利用 希望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避免小病脱症大病 再次强调大部分 肾病是没有症状的 发生有症状大部分都快洗肾了 所以 健康检查要趁早 该做控制要趁早 我们先看下一张 这是慢性肾脏病原定义 这个定义我们 可以不用去管它 没关系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素质 就是 计算肝 计算肝有没有听过 我解释计算肝是什么东西 他是写检查一个报告 是评估生功能报告 它是 计算肝它本身是我们人体骨骼肌肉 代谢出来的一个产物叫计算 它最终代谢产物 计算肝它会从 肾脏排斥掉尿液里面去 所以当肾脏病不好的时候 计算肝就会往上爬 肾脏病越差 计算肝都越高 大家有个概念 我们请看下一张 这是讲 计算肝跟肾脏病的关系 简单讲就是慢性肾脏病有五个分歧 这个分歧大家不用记 不过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当肾脏功能初期要恶化的时候 其实它恶化速度非常的慢 可是你会发现它恶化到后来 肾脏功能越差 它恶化速度就越快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关键在于说我们开始有讲 人体肾脏细胞 是无法再生的 所以 成年人的肾脏细胞只会越来越少 如果说当我们肾脏细胞 剩下原来的一半的时候 那这一半的肾脏细胞 就要负担原来两倍以上的工作分量 大家可以理解吗 如果说当我们肾脏细胞 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 那这三加三分之一的细胞 就要复合原来的三倍的工作分量 所以当肾脏功能越来越差 肾脏细胞越来越少的时候 它就坏死越快 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这告诉我们 好好保护肾脏要趁早 才能够挽救更多剩下的肾脏细胞 要够早 要够好 才能够事半功倍 请看下一张 接下来我们讲 肾脏病人的日常生活 要怎么保健跟预防 请看下一张 最重要就是要控制住三高 跟尿酸 这是最重要的 刚刚讲过 台湾洗顺最大的族群是什么 台湾病人跟高血压 但是 很遗憾 在台湾 糖尿病跟高血压控制达标的比例 非常的差 以高血压当例子好了 高血压控制达标 也差不多一半左右而已 糖尿病就更差了 糖尿病控制 连一半都没有 真得到良好控制 顶多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台湾洗顺人口 洗顺人口会逐渐增加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 因为 大部分人都 习惯自我感觉良好 觉得说 比方说以高血压来讲 很多病人都说 我头发又没空 我头不会晕 我怎么可能有高血压呢 这观念对不对 高血压病人会不会头晕 有 但是比例上很低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病人高血压 它不是仰天 它长期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它实际中高的血压已经非常久了 所以大部分都没有症状 包括糖尿病也一样 初期糖尿病 是不是一定会吃多喝多尿多 很多也没有症状 但是大家要注意 很多初期没有症状的高血压跟糖尿病 一样会造成肾脏 持续而且不可逆的伤害 所以 刚才强调说 健康检查非常重要 早期找到问题 早期控制 才不会变 小病变大病 这样大家了解 OK 还有 鞋子房要控制好 因为胆固醇过高的话 鞋子房过高 也会造成肾上动脉的狭窄硬化 还有 要控制尿酸 讲到控制尿酸 很多痛痛病人 就很习惯说 发作痛的时候 去诊所打一针 吃个止痛药就算了 其实很多人不晓得 刚刚讲过 持续尿酸高 它会造成肾脏的破坏 但是肾脏不见得会有症状 所以 有痛药病人 平常就要把它控制好 经过饮食 运动控制 如果饮食运动控制 还会常复发的话 可能还要配合 长期慢性药物的治疗 这个非常重要 OK 我们先看下一张 好一点 就是要避免不良的 生活习惯 很多人不晓得 搓烟脚病党都会伤肾 搓烟为什么会伤肾 肾烟 出院大家知道会造成喜欢动脉硬化的堵塞 会造成脑中风 造成心肌梗塞 但是很多人不晓得 它会造成小动脉的硬化跟堵塞 造成蛋白尿 而且 香烟还有大量的中心属 这些重金属 会经过血液循环 进入到我们肾脏 但是问题肾脏很难排泄到这些重金属 所以它会造成肾脏持续的破坏 在美国他们曾经做个大型研究 发现 每天抽一包香烟的饮菌子 他得到慢性肾脏病的机会 是正常的四倍以上 而且 原本肾功能不好的病人 他烟抽的越多 蛋白尿就越严重 所以抽烟非常伤肾 一定要把它戒掉 还有檳榔也会伤肾 为什么 因为檳榔碱可能会影响肾脏血流 另外 檳榔可能含有很多石灰碱 这些石灰碱 都会造成肾脏脉的 钙化跟硬化 所以 檳榔跟烟不止致癌 还会伤肾 通通应该把它戒掉 我们请看下一章 我们请看下一章 另外就是 要避免不良的饮食习惯 大家都知道 吃太咸 会增加肾脏负担 顺便一提是 很多人很喜欢喝咸汤 觉得好喝一碗接一碗 不知不觉就喝下大量的盐分 造成肾脏额外的负担 另外还有过量高蛋白饮食 也会很伤肾 这点很多人不晓得 大家只知道说蛋白质是 人体很重要的营养来源 但是过量的高蛋白饮食 它会在人体代谢后 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大量的尿素 这些尿素 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让肾脏提早衰竭 所以暴眼暴食是最不好的 举个例 像有些人都喜欢去外面吃那种 吃到饱 吃到撑 吃到死 而且还拼命吃 还想到我本 其实不但是浪费食物 也很折损自己身上的寿命 这些都要避免 我们请看下一章 刚刚讲过除了避免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以外 还有很重要就是不要有铭鱼肚 铭鱼肚有听过吗 就是简单讲过度肥胖 铭鱼肚也很伤胜 大家知道什么叫铭鱼肚吗 我们请看下一章 其实它是有个定义 简单讲男性腰围大于90 女性腰围大于80 就可能是有铭鱼肚 铭鱼肚为什么会伤胜 再来去年 林口长庚医院 他们有针对超过两万人次的 承认健康检查大数据 去做分析 当分析发现有什么结果 腰围过粗的人 他得到慢性肾脏病的几率 比正常人要多出一倍半以上 维一度也会伤胜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进一步去分析 第一个 有维一度的病人 他三高慢性病的几率 跟严重性都比一般人要大了很多 第二个 有维一度意味着 他内脏器官含有大量的脂肪 这些过多脂肪细胞会分泌很多发炎因子 让我们肾脏提早衰退 所以 千万不要有铭鱼肚 身材控制好 另外 建议大家有空要多运动 运动不光是可以保持身材 运动是可以延缓肾功能的衰退 在美国他们有做过一个大型研究 发现每天只要运动三十分钟 走路也可以 一周五天以上 就可以延缓肾功能衰退 所以大家平常要多运动 保持身材不要有铭鱼肚 OK 我们请看下一张 我们请看下一张 以下我们就 一些门诊病常问的肾脏问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请看下一张 很多人说我经常腰痠背痛 腰痠背痛 是不是就是败心 是表示肾亏肾脏不好 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点 绝大多数的腰痠背痛 大部分是骨骼肌腱发炎引起的 但是肾脏疾病 大部分你没有症状 刚强调大部分肾脏疾病很少的症状 除非你有肾结实 才会腰痛 一般的肾脏疾病 事实上是没有症状 所以反过来讲 我今天没有腰痠背痛 我人没有不舒服 是不是 代表我身上就很强壮没问题 当然不是 刚强调 四岁以上成年人 要定期做健康检查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凭感觉 感觉非常的不准确 刚讲过 超过九成以上 快洗身的病人都还不知道自己身上有问题 我们请看下一张 有人会说我小便很多泡沫 很多泡沫 整个马桶都是泡沫 那是不是有蛋白尿 针对这个问题 他们国外有人做真的做这方面研究 发现小便如果 马桶上面覆盖很多泡沫的话 真的蛋白尿的机会有多少 大概百分之二十二 大概两成左右 事实上 小便有很多泡沫原因很多 蛋白尿是其中一个 跟饮食也有关系 比方说 假如今天我吃了大量 含高丁酸盐的食物的话 小便可能也会产生多泡沫 这时候 有人可能就问 那什么情况下 小便多泡沫的话 就可能是蛋白尿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通常 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小便结束 数差不多15秒左右 数完15秒 如果说你泡沫会覆盖一半以上的马桶的话 大量的泡沫 这时候蛋白尿的机率就真的很大 不过还是要强调一点 这些东西 都只能当参考 检验数据才是最重要 另外还有一点 很多初期的肾脏病 也不见得会有蛋白尿 所以再次强调 40岁以上 成年人 一定要定期做 健康检查 我们请看下一张 有人说 我血压控制很好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停药啊 以免伤胜 针对这个问题 坊间有很多不时的传说 说高血压会伤胜 事实上 绝大多数的高血压 是不会伤胜的 所以相反的 很多 刚刚讲过 人体肾脏很脆弱 高血压病人 你必须把血压控制好 肾脏功能才不会衰退 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就是 原来肾脏功能不好的病人 或是糖尿病的病人 为了保护他肾脏 为了保护他肾脏血管 血压要控制比一般正常还要更加严格 所以血压要不能随便乱停 要该怎么控制怎么调整 还是要跟医师讨论过 这样才安全 OK 请看下一张 OK好 刚刚基本上 我们把身上保健的一些基本观念跟大家介绍过了 大家应该都有一些初步观念 但是 到目前为止 还有一个问题 悬而未决 什么问题 就是肾脏老化的问题 为什么 刚刚讲过 人体 肾脏细胞 它有没有办法再生 它没办法再生 所以它越来越少 它只会逐渐凋零 所以年纪越大 肾脏细胞就越差 这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 不管是中医跟西都是无解 这也是 导致目前 起身人口 越来越多 很大一个原因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是 严慎佛佛 提供了 一体很重要的 现单妙药 这就是姚慈禁母 顾肾法 这顾肾法非常的重要 我先举一个 我亲眼看到的真实案例 跟大家分享 就大概 好几年前 师尊开示 曾经有提到 有某位师兄 他本来快洗肾了 但是 他很认真的做顾肾法 所以他当时还没有洗肾 其实 师尊提到那位师兄 刚好我是认识他的 我为什么认识他 虽然我跟他不熟 但是 在师尊提到他之前 往前推算 大概八年左右 这位师兄 曾经在 长庚医院住院过 他住院期间 他家人 曾经找我 过去看他 那我也看过 他的验血报告 他胜功能真的是 非常的差 大概不到正常的 五分之一 以他这种情形 大部分 大部分的人 大概 过一年多 很可能就 差不多洗肾 不过 我观察 这位师兄 观察超过五年 他一直都还没有洗肾 其实 我也很纳闷 不过我也不打好意思 去问他说 请问师兄 你为什么 到现在还没有洗肾 所以 又过了好几年 然后师尊开世以后 我才恍然大悟 因为他是做 师尊传说 故肾法 所以他保住他的肾脏 所以当时 听了师尊 这个开始以后 我自己就很认真做了 我做超过半年以后 我再帮自己验血 我自己身功能都得到改善 当我自己身上功能 达到改善的时候 我就有很大的信心 针对我诊所的病人 身功能比较差的 我就教他们 认真做师尊传说 顾肾法 那病人有认真做 都得到明显的改善 所以 如果说以我 西医内科医师 的角度来看 这个顾肾法 这不是 价值千斤而已 价值超过八千万 大家生活地址真的是 很有福分 超级有福分 能听师尊的开示 真正去做的人 真是有福 那我们现在就 针对师尊 讲的顾肾法 简单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重点就是部位要正确 然后要有横行的去做 所谓部位要正确 师尊开始是这么讲的 他是说按着肾脏 上下摩擦 到手栓为止 所以你要确定按的部位 是肾脏 了解吗 刚讲肾脏在哪里 在背部 在脊椎 跟最下面肋骨交界的地方 像一个病人 有少数病人 我跟他讲这个地方 可是有些 少数病人很奇怪 他就前部之间摩擦腰了两旁 那是错误了 那个摩那个地方没有用 那个地方都是肥肉而已 不是肾脏 要摩擦对地方才会有效 然后上下摩擦 然后 那个power point 跑掉了 上下摩擦 师尊说 刚开始做可能手会酸 先从100下开始 慢慢增加200下 慢慢增加到 师尊说他现在一次就可以做300下 我个人是建议说 真的是越多多益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大概在五年前 师尊曾经开示 有某位师姐 他洗肾大概一年半 大家知道洗肾大概就回不去了 尤其就洗那么久 不过那个师姐 他认真按照师尊教育肾法 少晚各做200下 而且师尊有强调 他是摩擦到肾脏发热为止 摩擦到肾脏发热 他等于说 那位师姐 一天至少就做400下 我个人都早晚都做了 我做次数都不是这个次数 我建议大家认真做 一定会有明显的效果 讲到效果 在我们诊所好几个案例 我就举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 跟大家分享 我们请看下一张 我们请看下一张 吴先生 他是61岁男性 他本身是高中老师退休的 他过去有什么病史 就高血啊 胆固醇过高 还有过敏性气喘 因为他有这些慢疾病 所以他就定期来诊所 我最终拿药 那我也定期每三个月帮他验血 验什么 就验肝功能 胜功能 还有胆固醇这些 我们请看下一张 我们请看下一张 这是吴先生的验血报告 大家稍微看一下 大概从104年 这个计算肝 计算肝我再解释一次 刚刚讲过 它可以反映我们肾脏功能的一个 验血很重要的指数 当我们肾功能越差 计算肝的值就怎样 会越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位先生 他从104年1月 开始 他计算肝就往上升 肾功能就慢慢在变差了 当时为了谨慎 我也建议他看一报到医院的肾脏科门诊 看一报做超原波 或做肾脏方面的检查 看肾脏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过 他一直在犹豫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他觉得区域很麻烦 他说他没有时间 他说 甚至他很怕说 检查出什么不自治症 这么拖拖拖 拖到105年1月那个时候 他计算肝已经飙到1.33 也就是说 以他当时的肾功能的换算 大概不到正常的六成 甚至非常的差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叫他开始做 我们师尊传说 摇尺金木顾胜法 他当时也认真做 认真做以后 他胜功能就明显慢慢的改善 每三个月验血 他计算肝就慢慢降下来了 然后越来越好 一直到106年6月之后 他计算肝从1.33降到1.0亿 当时他胜功能已经是 坚正常人 不过问题 人都有惰性 他看到胜功能改善 我说 恭喜你现在胜功能跟正常差不多了 结果 下个月来验 他会飙高了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偷懒 就被我念了 偷懒 没有做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看一遍写高就知道 你念以后他就做 做以后又降下来 降下来之后 他就 又会松懈 又上去 就让起起伏伏 所以这很有趣 简单讲 如果说生往恶化的病人 通常 大部分病人都是 一开始 拖也不回 直接往上升 而且到后面 会 很容易直接喷出 但是你有任何做的话 他就慢慢会下来 脊肝就下来 如果是梦雨打混的话 会怎么样 就上上下下 很有趣 所以 身传说顾肾法 不方式可以保健你的肾脏 也可以从临床的检验数据 得到验证 所以在这我跟大家 一个建议 如果说你以前就很认真在做顾肾法 那我建议就做一辈子 不要停 可以保护你肾脏一辈子的健康 如果说你以前没有很认真做 甚至从来没有做过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各位 先找时间去验个血 先验自己的肾功能看怎么样 然后呢 就按照师生传说顾肾法 认真给他做了三个月到半年 这时候再验血 你会发现 你的肾功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当你肾功能有明显改善的时候 你就有信心跟动力 持续做下去 甚至可以推广到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家人 守护家人的健康 那我今天报告就简单报告到这里 我是肖戒医师 谢谢大家 如果说有什么疑问 也欢迎大家到医护团来 大家来讨论 祝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